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 秦莫 这个项目 是我的心血 只差一点就能完过 可林家 逼得我们苏家濒临破产 如果项目再不继续动工 整个苏家 都难逃其咎 所以 我只能嫁给林之谣 秦莫 对不起 如果你不是一个傻子该多好 如果你是一个可以为我这风挡雨的男人 该多好 不要 快 吃惨 奶奶 你看 苏芸汐又把这个傻子带来 真是太不像话了 幼儿嫌疑 把这个废物扔得远点 饭 你吃不吃成 这就你们苏家那傻子最续望 我 我 没有离婚之前 秦莫他还是我老公 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人欺负他 林之谣 难道你还要跟一个傻子较劲吗 你说得对 还是跟你婚一根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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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不倒 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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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绍看什么女人 你也敢抢 少死 我打 我会打死 再来 六十年 我的记忆终于解封了 我天眼圣君回来了 一群蝼蚁也敢对我附近 六十年一轮回 没想到经过百次轮回 这次 我居然夺了一个老婆 我居然夺了一个老婆 在哪里 你没事吧 我居然夺了一个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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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定能祝我们苏家回生 别人吓我了吗 行了 只是 就这么定了 你放心 爷爷他肯定不会害我的 别怕 以后 我保护 好 你姐姐保护我 不会有人在欺负我了 我居然夺了一个老婆 你 这次 我老婆的主意 看这少爷不进 给我打 主人 主人醒了 天眼已激活全体集结 随我去迎接天眼圣君 是 一线大人 第四家家族請您出证 也信实 主人 主人醒了 我要去迎接主人 是 主人这一世轮回 终于苏醒了 我们飘鸟增也该出事了 是 左主 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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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苏伊亚那个傻子吗 她怎么来了 明少今天迎娶苏云熙 这傻子居然敢来 明少肯定不会放过她 明天门口可都是林家的安保 傻子你怎么进来的 我不是让你看好她吗 你个傻子怎么跑这里来了 秦梦你怎么来了 爸既然来都来了 那正好今天江州各大社区都在这里 那我就当众宣布 你们俩离婚 以清白身份嫁给林少 奶奶我已经答应嫁给林志阳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当众羞辱秦梦 她在我们家里面生活了五年 难道你们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感情感情有什么用啊 林家少爷能带我们苏家 进江州上流社会 一个傻子 那我们带来什么 江州上流社会算什么 只要芸汐一句话 我能让你们苏家 成为人间第一家族 我能让你们苏家 成为人间第一家族 什么 不能乱说 芸汐 我没乱说 我说的当然都可以做到 你不傻了 不傻了 我看你现在是又傻又空 才让苏家成为人间第一家族 真是可笑至极啊 这是地无人谢意的 你个傻子 能懂什么呀 林氏集团可是刚刚得到和沈家的合作 你不过是我们苏家摆养了五年的废物 只会说风话 沈家那可是江州第一大家族啊 不错 沈家家族沈正海亲自和我签约 如今在江州沈家之下 还有谁敢和我邻家作对啊 沈正海 当年的小屁孩如今都一定是江州第一世家的家族吧 什么 沈家家族沈正海 那可是多少江州大人物都见不到的枭雄人物啊 还得看林家呀 林少 以后还得靠您多多照顾 自然少不了各位的好处 笑什么 我是要你自以为由沈家做靠山 就能作威作福无法无天 只可惜沈家在我面前也得为这说话 沈家在我面前也得为这说话 秦莫没想到也有这么霸气的一面 你个傻子 想把人笑死吗 沈家可是江州第一家族 沈家家族更是一带乡熊 连沈家意味着什么都不知道 也敢在这大奉厥诀 你个垃圾堆里捡来的傻子 跟我提什么沈家 你就算给我林家当坑门狗都不够格 你现在趴在地上 学两声狗叫 然后滚出去 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区区林家 在我面前不过是游蚁啊 还敢跟我强牢 他林家给的 我秦莫也能给 而且比他林家好千倍万 这个傻子又在说风话了 我的好姐姐 你还是赶紧带这个傻子去医院 这是脑子吧 够了 赶紧把这个丢人现眼的傻子 给我拉出去 秦莫 你要不还是先走吧 林家 不是我能看好的 芸汐 这五年你对我不离不弃 我是不会走的 从现在开始 换完保护你 我们苏家养了你这个傻子五年 既然现在不傻了 那就没必要再赖在我们苏家了 我看 把婚离了吧 省得外界说的我们苏家 欺负你个傻子 把离婚协议数给我拿回来 苏芸汐 这个傻子拖来了你五年 我们苏家也没有办法呀 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 我们苏家就能起死回生了 不 是一飞冲天啊 你想想 还是签了吧 你赶紧签字啊 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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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芸汐 若是这婚你不想离 没有人 难过威胁 好 我不想 一个不孝女 你想害死我们整个苏家吗 啊 你疯了 苏芸汐 你居然敢这么做 你想让整个苏家都陪着你一起去死吗 你们今天 谁也别逼我 我不想嫁个林志阳 我也不想回寂寞分开 苏芸汐 只在冲死 我告诉你 赶紧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 不然 小心我忘记苏家 老婆 你放心 有我在 苏家今日起 一步登天 你这个废幕 除了让我们江家能落在江州 得到肖饼以后 你还能给我们什么 还一步登天 我呸 你个傻子 你连一个像样的聘礼你都拿不出来 你给我们画什么大饼啊 啊 聘礼 谁说我拿不出聘礼 我们家摆养了你五年 你这都比脸都干净 还聘礼啊 拿你那沾满口水的糖吗 既然芸汐说的不少 那我就给她一次机会 只要你能拿得出比我好的聘礼 我就放你一妈 你要是拿不出来 我就让人 红红打死你 不要 你也配跟我比 小子 你还真是找死 李少爷 你别打理这小的 他身无分文 他怎么跟你比的 小子 你是和我 你要是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 今天我让你死无全失 我林志阳说的 他就该死 林少 直接弄死他得了 好啊 既然你这么详细 那我成全 如果你输了 你 你 还有你 全都跪下 给芸汐磕头道歉 你还真当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了是吗 让我下队 你也配 你可以不跪 试试看 老太君 看好了 我 我 淩汐 我已通知沈家 赶紧送来聘礼 速备聘礼 送至苏家 这是主人的指令 快快快 去把我们沈家 所有的珍藏都取出来 随我前去苏家献礼 爷爷 你说什么 主人 没有他 就没有我沈真海 更为有神价 小肚子 改什么东西 把你打死 不就一个包子 这么欺负小孩 滚 这还感谢大人救命之恩 滚起来 没事吧 你想学这个吗 我教你啊 主人不是凡人 六十年过去了 荣燕丝毫没有仓豪 没有他的团 就没有沈家的金钱 如今终于到了 我能报答他的时候了 志愿 按我说的速去准备 是 爷爷 装疯卖傻还不够 现在还学着变信法 这种上不了台庙的把戏 真是可笑 沈家怎么可能给一个垃圾堆 捡了的傻子送聘礼啊 早死 沈家也是你能够忘记的 沈家是我江州第一大家宿 更是我林家最大的投资方 你瞧不起沈家 瞧不起沈家 真是不知死活 那沈家聘礼送来的时候 林志阳 我劝你不要下跪跪得太快 死到临头还嘴硬是吧 赞聘礼 正阳北彩 标凿得欲如意义 价值五百万 我林氏集团的订单合同 价值两个亿 两个亿 有了这合同 我们苏家有救了 是第三件 百年瑶尺雪莲一租 百年瑶尺雪莲 这可是天中的圣物啊 无数大人 想得都得不到 听闻老太君身体不适 我特意取来 这百年瑶尺雪莲 有价无适 为您 调养身体 啊 什么 这等宝物 若是放到外面 就是十个亿 也要抢特头的 林少竟然只是为了 给老太君调养身体 您家真是好大的手笔啊 哎哟 林少您太客气了 老身真是守之有愧啊 书云西 你看林少受这骗礼 你再看看这傻子 他怎么跟人家去比啊 你赶紧把他给我轰出去 有能要跟我轰多远 看见了吗 这就是我林家的实力 你能买出哪样 就这些破东西 也配当聘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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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百年瑶尺雪莲的 你也敢顺伤 你这不是找死吗 找死吗 干净有东西 把我林家放在眼里 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 秦莫 你干什么呀 这些垃圾东西 也好意思拿出来当礼物 你 好好好 老子没耐心陪你再玩 给你们苏家最后一个机会 收下聘礼 把这顺务打断给国民少卷 说你继续 我看了 你们苏家 能死吗 那我不想坐牢 快把什么能够被我赶出去吧 陈玉希 你听到了吗 你先让我和师傅 陪着你一起去坐牢吧 不用害怕 这个天眼玉佩送给你 有了这个玉佩 整个世界都以你为罪 整个世界 不知从哪些垃圾堆里 捡来换破石头 跟我装成破事啊 林志阳 我劝你乖乖把玉放下 损坏一点 你家人的命都不够赔 一块破石头 撬我林家人的信 好啊 算我今天就看看 怎么娶我 你家的命 这 怎么了爷爷 这将上所有地面交通 给我身价开路 五分钟我要赶到苏家 有人敢在找人动手 真是该死啊 快 给我加速 四 竟然敢对我天眼玉佩不敬 真是找死 准备预见而行 第一时间赶到 是 仅遵宗祖法治 林志阳 你知道你喘了多大的祸吗 一块破石头 能喘多大祸 既然你什么都拿不出来 老太君 按照约定 是不是再打算就扔出去 林少 你说他没准 既然他什么都拿不出来 那就别跟了 来人 这废物 居然还敢说沈家能拿来聘礼 真是可笑之气 苏云熙 你还是乖乖嫁给林少吧 聘礼大 帝王律 御时一尊 二百亿合同一问 千年摇尸雪莲一珠 什么 苏家这傻子还真送来聘礼了 帝王律 御时 这可是御中之王 价值年成啊 两百亿的合同啊 我的天哪 我们苏家要是能得到这个合同 那地会一飞从天哪 千年摇尺雪莲 不可能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拿出这种 天眼中圣物 什么 千年摇尺雪莲 这可是真正的五价值宝啊 百年摇尺雪莲尚可用钱能买到 这千年摇尺雪莲 即使出价千亿 也能得买到 秦莫 这些都是你送的吗 这些都不算什么 这五年你辛苦了 以后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 可能 他一个吃傻多年的废物 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贵重的聘礼啊 他不可能拿得出千年摇尺雪莲 就连沈家这种顶级家族 也只有天眼宗赏赐的一株 作为家传圣物 你怎么可能拿得出来 林志阳 这株千年雪莲 够买你全家人的信 还不贵下 假的 你这些都是假的 拿这些假东西来糊弄我是吧 想有人说 密码 我送的礼物 也有人敢质疑 客家 请问你跟这个傻子什么关系 傻子 你好大的胆子 扬嘴 敢踏我 老东西 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林家大少 沈家家族沈震海都对我青睐不已 是我谁不知道 整个江州沈家什么地位 你这种东西他想找死吧 沈震海还看中你呢 现在这个胖子 我看你们这几个 就对着背部请来的演员吧 还有你臭娃娃 你敢打我晚上好似好我 给我似好舒服了 我回去会考虑饶你们一命 在江州 曾经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呢 陛下的臭嘴 邓旦 你永远开清楚这是什么 是 你们是沈家的 沈震海 拜见其机上 你是沈震海 这是怎么回事 沈家家族沈震海 怎么会给秦莫儿下轨 这不可能 沈震海来迟 还请秦先生责罚 起来吧 林家完了 林少不是说认识沈家族吗 现在竟然当着这么多人能 让沈家族给他跪下 真是宠死了 沈家族 我错 是我错 我以外不是男人无影 求你 求你饶我一命 今日对秦先生 无尽 就是不把我沈家放在眼里 是我沈家的敌人 这怎么可能 他一个垃圾堆捡来的傻子 怎么可能认识沈家族 沈家族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不能被他给骗了呀 闭上的臭嘴 再对秦先生不敬 小心我拔你的舌头 林家好大的胆子 分不下去 比较林家的投资 至于这个废物 打端腿 活下去 是 瑞华士 家主 我求你 我求你 饶了我 不要啊 秦先生 这样处理 你可满意 他已经疯了 下跪了 要赶紧下去吗 你算什么东西 秦先生屡次不敬 不 最大的赏赐了 走下去 是 谁敢欺我 你来了吧 苏家 沈家 不过是 江都小小下属 你也敢欺我林家 师父把神农谷 放在眼里了吗 什么 神农谷 没错 我花费了五年时间 如今 能败入神农谷 就连江一血 都对我赞太有加 是神农谷 秦先生 这神农谷 乃是当时一仙 江中精创立 短短五十年 已冥满天下 无数大人 我献出家产 只会求得一仙出手一次 虽说势力 没有天远 曾那般庞大 但是背后的关系 极其盛 神农谷 江中精 拜见主人 没想到当年的小屁孩 他已经开宗立派了 你这个废 知道我林家背后的神农谷 下面连话都不敢说了是吧 哈哈 一个神农谷 就把这箱子想成这 真是偶以一致 若是 告诉你们 我们林家 就将攀附上天野宗 这小子 恐怕被当成家 什么 爸 我们林家要攀附上天野宗了吗 这可是连江州第一世家 沈家都不无格的荣耀啊 错 就在刚刚 天野宗 早告天下 天野圣君已经出世 即将召开天野大会 负责承办 天野大会的就是 顶兆家 什么 天野大会 那可是天野宗 爱恩一致的大典呢 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大会的 那都是世间 数一数二的家族啊 不 就你们林家 还想参加天野大会 废 少瞧不起人 不 不 不 参加天野大会 都是需要邀请函的 我们有邀请函吗 哈哈 听完 神龙骨谷主江一县 就在江州 因此 几度赵家 已经降临江州 放出消息 说是 谁能医好赵家的赵老的币 就能获得 天野大会的邀请函 那我出手 币你医好赵老 天野大会的邀请函 林家 至赛必得 哈哈哈哈 那可太好了吧 如果我们能进行天野大会 让我林家 到时候就是南韵的 点尖家 是个世家 狗屁 明日 就只有林家 拿到天野大会邀请团 一飞冲天的起点 苏家 要是不想死的话 所以把我儿看上的女人 承起送她 则 苏家 世间出名 你脸不要脸的东西 靠您片子吗 我儿死 我 不要 林家如今背靠神龙 你还更是要拍上赵家 秦梦 你千万不要冲动 在我眼中 这也是楼影 今晚就肯灭了林家 秦梦 即使你认识沈家主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听闻赵老摘心荣厚 我相信赵老一定不会 纵容林家这样 无作非为的 要不你就离开江州 出去避避风头吧 苏英家 现在林家有神能骨 背后甚至有天野宗 你难道想让我们苏家 一起死吗 你死定 别跟他废话 我们走 走啊 走 这苏家 当真只有芸汐和苏老爷子 有意 秦先生 哪怕林家明日 能治好赵家家主 背后还有神能骨 要是对付你 我就是亲近神家 真还也万此不辞 行了 神能骨而已 怕 可那江一仙 这些年积攒了无数人脉 并不好对付啊 当日 跪在你旁边的就是江中 他一身的医术 都是我教的 原来如此 先生大了 是真还多虑了 可是那赵家的背后是天眼宗 可是人间第一势力啊 林家若是攀上天眼宗 就十分麻烦了 天眼宗 也是我创立的 没想到 天眼圣君 也是仙上 真还费云七一生 也难忘仙上相悲啊 教给你一件事情 陈东苏家那个烂尾楼 帮我完成 请先生放心 我必轻轻沈家 也会把这个项目 改造成为江州第一的项目 这样的男人 才配得上我沈志玥 这不愧是帝都的事情 你看这晚宴 如此之创伴 赵家在帝都的地位极高 要是林家主 真能把赵老爷子 病治好的话 林家便可溺飞冲天 别说是江州第一世家 己身帝都 顶尖家族 也是极有可能 到时候 我们苏家也能喷一杯糕了 说得不错啊 苏芸汐 你给我听好了 今晚你的任务就是 敖老实实陪着林少生 等一会宴会结束了 你就跟他走 好好伺候他 别再生出什么事端 听见了没有 奶奶 算你们苏家实现 等我吧 今天只好赵 来到天眼大会的邀请函 就会成为江城 第一家族 到时候 少不了你苏家的好处 还不赶快到林少身边去 不错 我很满意 小美人 林少 要你满意就好 今晚走路 林志阳你找死吗 秦墨 你这么来了 秦墨 林志阳你找死吗 你还真是胆大宝殿 你也不看今天是什么场 还来找死吗 小子 你这三分不把我林家放在眼里 还真当我们脾气吗 我管你是赵家林家 我说过 祈福了 就被死 这废物又在说疯话 竟敢在林家主面前口出狂言 你想死 别拉着我们苏家 你给我闭嘴 今晚宴会汇集了各方的势力 哪位都是你得罪不起的大人物 这位林家主 更是今晚能自好造老病的人物 哎呀 行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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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也听不懂 你还是给我过的救 老太君 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懂医术 你可从哈欺堆里捡来的傻子 说自己懂医术 你要真会治病救人的话 我就趴在狗窝里绅士 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户 这医术之道 可不是你过家家 你这一个身份如此低微的人 也敢说你医术 他要是会治病 他至于自己撒了五年 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的 好啊 既然你们都不信 这是我五年前随手变质的丹药 吃了它不仅包治百病 更可延年益寿 你这废物 随手出了个泥玩 竟敢说得这么深啊 满嘴屁话 这破玩意要是真像你说得那么神奇 我就跪在你眼前 管你叫我爸 好啊 等这样 记住你说说这句话 不过叫爸爸就算了 毕竟我们有那么蠢的孩子 老太君 信不信 于事便知 秦墨 你从哪里来的东西 竟敢让奶奶服下 想毒死奶奶吗 我 我的心口好热 奶奶 你怎么了 这药真有毒吗 奶奶 你 你的头发全都变黑了 啊 我的天哪 这是烦老还童啊 奶奶 你 你的头发全都变黑了 什么 变黑了 奶奶你看 这黑了好多了 这胸口也不闷了 身体热乎乎的 哎呀 我感觉到好舒服啊 白发都能变黑 这药也太神奇了 真的能延寿 真的是好药啊 怎么可能 还一个垃圾堆捡来的废物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神药 难道他真的会秘书 绝对不可能 他只不过是运气好 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 他怎么可能会秘书 并且如此 这个废物 真会撞枪作势 今夜 等我治好了赵老的队屈 我们林家就会起身 敬古顶级奖 可不是这种 身份基建之人可以品级的 我爹 是从神农谷 神农谷的艺术贴下 而你怎么是 江城苏家的一个 用追射而已 今晚我就让 你看 你老婆是怎么伺候我呢 秦墨 千万不要冲动 即使你认识沈家主 但是在赵家和神农谷面前 也不够看啊 芸汐 这人间所有的东西 我都不害怕 我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我说过 这一事 我定能护 秦墨 我林家现在背靠沈农谷 何况我爸马上就要治好 赵老爷子的病 得到天眼大会的邀请函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说八道 神农谷 天眼中 这些你们所崇拜的事 今天就算真的来到这里 也只会给我威胁 然后好好收拾你们林家 壮事 我在神农谷修行多年 无数警级大佬 常规不起都未曾见到江一先办 更何况说是 人间势力第一的天一宗 我不过一个废物 也敢说这样的大话 五分钟 我就能把你耗费数年 都未曾见过的江仲军 降到我面前 你信吗 你怕不是曾定有犯了吗 人这种话都快说 江仲军 五分钟之内 赶来赵家 混账 你还在那装模作样 你打算害我们书家 害到什么时候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别在那惹我生气了 秦梦 赵家势力非凡 今天这个场合 你可要小心护从口出啊 赵家家图 赵国人的 拍摩 由 为寻求医术高明之人 为我爷爷治病 你们在这吵吵闹闹的 想什么样子 赵老 赵老 赵小姐 就是这个人 没有讹刺 擅自闯进板宴 毫无医术 却张狂无比 我怀疑他图谋不轨 大赵 什么人敢在我赵家的场子 惹事生悲 我见赵老情绪不要那么激动 赵老的寒毒 无亲之肺腑 情绪激动 可能会导致毒发 看赵老这脸色 爱识如多 放 赵老 赵老姐 你们千万不要关心了他 这个人就是一个废物 根本就毫无医术 不断 我乃神龙虎弟子 存在神龙虎 休省多年 以我看来 赵老 只是感染了百日咳 必死不至死 你好大的胆子 敢在我赵家面前 坑蒙拐骗 坑蒙拐骗的是他们林家 赵老的病极其罕见 这天下能治的 只有我一人 我没听错吧 你一个没有半分 一臭的废物 你敢说能治好 什么罕见之毒 秦墨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会编瞎话 苏芸汐 这就是你不惜 被赶出苏家守护的男人 狂妄自大 不知廉耻 真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 赵老的百日咳 只不愧是因为他的身体过于虚弱 体造导致 只需日后食疗滋补 清热解毒 即可疗养 清热 他的寒毒早已清之肺腑 竟然还要再清热 不要用你那半吊子的医术 在这里丢人献业 治坏了赵老 你们父子二人 可活不过今晚 你怎么是在找死吗 质疑我爸的医术 就是质疑神龙谷的医术 我林家即将一步登天 你在我眼里 不过是个蝼蚁而已 只要我想 随时都能碾死 够了 来人 给我打断他的双腿 枪出去 赵小姐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秦莫他是为了我而来 也是为我出头 求您放过他 让他走吧 两把 迟了 女司和我林家作对 不把我爸放到眼里 还辱莫僵一些 我告诉你 今天我 不会放过你 走 谁说我要走 江重锦还有三分钟就到了 我很期待见到你们父子二人 像我下会求饶的样子 好啊 什么人敢在赵家的吵子吵成这样 不要命 这就是帝都 上官家的少爷 帝都第一世家的少爷 上官杰 是上官家 世代兴 名正是法 上官家族乃是当今天眼中的外民长老 看来 少家的地位果然是非同凡响的 就连上官少爷都亲自来看赵老爷子了 上官少爷好久不见 赵家主抱恙 我自然是要来看望他 你之前让我爹给你寻找神医 我爹专程从神农谷给你寻找过来了送神医 我今天来 就是带他来给你治病 见过赵老爷 有戏了 神农谷 刚才江州林家也说有神农谷的弟子 林家 一个江州本土家族也配给赵家主治病 可以吗 一边去 上官少爷 我曾经在神农谷也当过几件门童 和江神医也有些怨怨 既然说你是神农谷的弟子 那就便说说你是从何人呢 这 一个外门子弟居然敢往城会医术 我去你 一个区区门童 也敢打着神农谷的名号出来攀关系 赶紧给老子滚 否则 我面里林家买本 赶紧给老子滚 否则 我面里林家买本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们 还不快快 什么呢 上个水 这是我 还没动过 你要喜欢就带走 只是能不能只找我林家一命 很好 我 好 没想到出来一趟 还能在江州看到如此角色极品 今天晚上到本社的房间 给本少爷好好玩玩 本少不会和你感觉的 我 我结婚了 结婚了 结婚 结什么婚 上官少爷 你别听他胡说 这个废物啊 就是我们家养了一条狗 我早就把他轰出去 你看 你能看上我们家芸汐 这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过去 很好 我很满 苏芸汐 你是傻了吗 这可是帝都上官家 我说过 不管是谁 敢斗无老 秀得死 哪来的穷三味道啊 就凭你 也敢跟我上官节强远 秦墨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再敢阻来我苏家的前程 我要你好看 混账东西 你打算把我们苏家 害到什么地步啊 上官少爷 老身有个不情之情 如果 赵老爷子的病被医好 天眼大会的邀请案 能否赏赐于我们苏家 原来 你们就是冲着这个人的 可以啊 只要 待会儿你们亲自 把这个女人 送你床上来 我可以把天眼大会的邀请函 给 谢谢上官少爷 谢谢上官少爷 林夕 你提了好了吧 这可是一百年一次的天眼大会啊 林夕 有我在 别说是天眼大会 这世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我都能陪你去 这老头身上的寒毒 你鸡胆多年 这世上除了我以外 没人能吃 秦墨 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 上官少爷 已经把神农谷的神医请过来了 这没你说话的份 看来是某阶下等人 还没有看清楚自己的身份啊 这位送神医 乃是师从医仙 这次前来 就是为赵家主专程治病来 江医仙 就是那个创立了神农谷 手刀并除的天下第一神医 江医仙 听闻 医仙医后从爹 若他是老夫 保证权益 可惜的是 义仙已经三十多年 不出手了 江仲敬 即使江仲敬来了 可也直播好了 江仲敬 即使江仲敬来了 可也直播好了 放肆 义仙大人 才是天下第一神医 医生救人无数 他创立的神农谷 更是人才辈出 天下神医 接触于他之手 岂容你随意编排 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眼下当务之急 是治好我爷爷的病 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我再且报仇 既然宋神医是江医仙的弟子 那一定是医术过人的高手 相信宋神医出手 我爷爷一定可以平安无事 我父亲乃天眼宗外门长老 我上官家 更是跟神农谷颇具渊源 请宋神医医治 不过就是我几句话的事情 宋神医 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爷爷 赵小姐请放心 宋某定当 全力而为 住手 混蛋 你要干什么 怎么要点血 看来你这小子是懂点医术的 没错 我正要打开赵家族的全身学道 放出寒毒 再配仪 紫书 人参等药材 不久便可痊愈 江仲敬呀江仲敬 自己学艺不精 教出来的徒弟 也是蠢不可及 哪来的黄毛小子 竟敢质疑我的医术 真是无知 宋医师从小便学习医术 后又败入江医师门下前夕学习 几十年来救人无数 岂容你口出狂言 我只知道 赵家主是因为寒毒 才引发的风寒的症状 若是此刻打开学位 只会引得毒素迅速扩散全身 轻则内力全尸 重则当场暴毙 放肆 你再敢对宋神医不敬 耽误爷爷的质量 我赵家不会放过你 也罢 小子 你倒是说说 不打开赵家主的穴道 放出寒气 那你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用引灵真诀 配合内力化解毒素 这都不知道 还自尊神医呢 引灵真诀 你这小子竟然懂得 引灵真诀这个真法 那你知不知道 在世界上能掌握此真法的 只有两人啊 没错 一个是江仲 还有一个 就是我 一仙大人大人会了 我师尊医术通天 至于你 连毛都没讲情 怎么能跟一仙大人相提并论 秦墨 一仙大人可不是你能胖瓷的 你要是真有本事 也不至于活成今天的样子 你 你这个灵处 竟敢对一仙大人如此不敬 你还不归底下求饶 我毛都没长气 那 怎么比你眉毛的强吧 你 他一仙大人 要是你们知道 他从小就跟着我屁股后面 求着我学习医术的话 岂不是 敢跟我下跪磕头认错 什么 你敢对一仙大人不敬 赵小姐 这个废物口无遮拦 胆大包天 你还要容忍他到什么时候啊 我劝你 还是赶紧断奥四肢扔出去 别耽误了赵小姐的一致 秦墨 你多次一下办上 如今还胆大包天 打扰我爷爷致命 我看在你是为我爷爷而来的份上 我暂且放你一马 你竟屡教不改 在这都罚众取蠢 你不要忘了 这儿是我赵小姐的宴会 我随时可以请你出去 秦墨 赵小姐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你最好安分点 别给脸不要脸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我也无可奈何 你们要拿人民开玩笑 别到时候真出了事 怪我没提醒你 我看拿人民开玩笑的是你 我一心赚年医术 你一个来历不明的矛头小子 竟敢质疑我 你不够格 你小子算是个东方 也敢质疑一仙大人的徒弟 秦墨 你几斤几两我很清楚 你要是真有本事 又怎么会在垃圾堆里被苏家捡回来 又怎么甘心在苏家做五年坠续啊 就是 赵家主的能量通天 他的命比你金贵一百倍 你要是搬了赵家主的治疗 拉上你全家也不够 宋神医 您可以开始治疗了 你这一套玄位点完 赵家主今日 必死无疑 够了 你暂说死口无遮拦 必死无疑的就是你 我看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诅咒赵家主 要是耽误了赵家主的治疗 不光是赵家不会放过你 千眼松也会要你的狗命 宋神医 您不必领会这个废话说的话 请您继续治疗 小子 今天我就要你小刀拉屁股 开开眼 诗诗 爷爷 你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赵老爷的脉象视频发文 已经痊愈了 接下来只要定阳几日即可 果然是手刀并处 宋神医真是医术了得 不愧是一仙大人的徒弟呀 看到了吗 这才是真正的神医 甚至窝囊费 一辈子打不到的高度 好了 不用担心了 我觉得 好多了 多亏了宋神医妙手回春 救我爷爷一命 多谢上官少爷出手相助 看到了吗 宋神医妙手回春 赵老爷自己原是痊愈 那么你 也该为你之前的言行 四处带死了 我爷爷既已痊愈 就请各位尽情享受宴会 至于秦末 若上官少爷另流处置 将他带死了便是 你群蠢货 回光返赵而已 我看 这寿宴还是敢当死吧 秦末 不能乱说 好大的胆子 今日是我爷爷的寿宴 你竟敢这么救了爷爷 你胡说八道 赵家主的脉搏 强劲有力 你已经痊愈 你不要在这心头开恶 秦末 铁一般的证据就摆在你眼前 你还在这里怀仲取仇 真是活到头了 你小子真是狂妄之喜 当个赵家主 你也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我赵家乃帝都顶级世家 我爷爷虽已慕眠 可也是帝都有头有脸的人物 还从未有人在他面前如此放肆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 自作装臂 然后跪下 向赵家道歉 从这里滚出去 不要啊 赵小姐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起 我愿意代替他受罚 求你放过他吧 苏小姐 我劝你不要如此偏袒这个废物 或许他曾经是你的丈夫 可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就是一个小人 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如果你下不了手 我不介意让我的手下帮你一把 三 二 真是蠢的不可救药 你爷爷都命不久矣 还有空在这道书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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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 我明明打开他的穴位了 就是因为你打开他的穴位 才导致他暴毙身亡 宋神医 求您救救我爷爷 我 我 这我也无力回天啊 难道要请我的师父 已经带人来吗 可是这一来一回 时间恐怕来不及了 之前是我云言无阻 还请其先生 出手救我爷爷一命 可为什么要救你爷爷 只要您愿意出手相助 我赵家愿付出一切代价 秦梦 如果你真的会医术 就追求赵老爸 难道这傻子真的不医术 他能会什么医术啊 我看他不过就是装装样子 做临死前的挣扎罢了 小子 我曾经观摩过 医仙大人的隐灵针法 你刚才施的 并不是隐灵针法 什么 秦梦 事到如今 你还在拿我爷爷的性命 开玩笑 我赵家军 你不顾大天 你爷爷已经内力尽失 隐灵针觉 也无力回天 我施的是太后还阳针 还太后还阳针法 我行医数十年 从来没有经过 有一种针法 能让人洗死回生的 连还阳针法都不知道 姜仲敬怎么教出 你这么个不懂医术 只会害人性命的废物 姜仲敬 你还有两分钟 干净不闹到我面前 姜仲敬 干净不闹到我面前 快 给我加速 放肆 一仙大人的天下低声音 岂是你这种卑劣小人 想见就见的 秦梦 我看你是不知死活 一仙大人的身份如此珍贵 你就如此大不敬 别担心 姜仲敬还有两分钟就到了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把一仙大人的名讳 挂在嘴边 谋害赵家家主 辱莫神龙骨一仙大人 这两桩罪 独够已经牵引练迷 观赏几百年了 来人呢 给我拿下 爷爷 好 我觉得身体里内力红厚 我的身子比以前轻了万倍 老夫虽然刚才是昏迷 可是脑袋是惊醒的 若没有秦将这么出手相救 我的命已经没了 谢谢秦先生的救命 臣 这个秦墨到底是什么来头 难道真的是我误会他了 赵家主真的行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他的衣袖竟如此之高 难道是老人看久眼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医术 医术 我看哪 这根本就是巧合 宋神医自幼通身于神龙骨 不畏持手过 赵家主一定是因为 宋神医的治疗而痊愈的 只不过 刚好被这个小子给碰上了 我看也是 他一个垃圾堆解来的傻子 那为什么医术啊 怎么可能治好赵家主 传说神龙骨解毒 那都是先排后遇 刚刚赵老爷的那吐血 那就是排毒啊 你这个废物还振振有词 你就是想抢宋神医的功劳 你快跪下借罪吧 小子 我拿一心大人侵传地址 神龙骨所记载的医术 我全都悉数掌握 从来没听说过 有什么太后还仰真法 可见你根本就是信口无数 想对赵家主 图蒙不怀 原来如此 秦末 没想到到现在 你还在拿我爷爷的性命开玩笑 秦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跟他们解释清楚啊 解释 有什么好想吃的 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懂不得他狡辩 真是一帮褚祸 赵老的病 要不是我出手 赵就被这个庸医给治了 你 你还狡辩 简直名乱不灵 还敢入莫神龙骨 上官少爷 上官家主乃天云中外门长老 直直 口出狂言 狂妄之急啊 还请上官少爷 听天云中 将秦末这个出身 救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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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官家 世代效忠天云宗 本少自幼习武 今日 替圣军大人 清除这个祸患 也是离死不应当的 不过呢 就这个废物 还不配本少亲自动手 它既然是你们将出的 就交给你们处理 上官少爷您放心 我这就把这个废物赶出去 绝对不会让他们 张了你的眼 来人 你个垃圾堆 捡来废物 把他们该死了 该死的人是你 你这家伙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你如此草菅人命 看来你这个孽畜 邪念太重了 我们不能留了 不能留了 我们苏家 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想怎么样 你敢对我们动手啊 恩人 要不是我们苏家 你早就死在垃圾堆里了 你竟敢恩家朝暴 在我秦莫的眼中 我的恩人自始至终 都只有芸汐和苏老太医 至于你们 死不足惜 你们这么怕他干什么 本少在这里 他能掀起什么水花 没想到啊 你还是个练家子 只可惜你罪孽深重 你这一身武功 毫无用我之地 本少呢 就给你一个机会 跪下 给本少把血挺干净 然后再任我为主 本少可以考虑日后见到圣君来 替你每年几句 留你那条件 以后呢 你就跟着本少 在本少身边送我一条狗 本少 我和你衣食无忧 你看 上官少爷 你能给这畜生一条生路 你真是好大的气量啊 不愧是上官少爷 这就是帝都世家的胸襟吗 不可 小子 上官少爷已经给你机会了 你还不赶快乖乖乖乡 秦莫他这五年里一直在苏家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 他今日的所作所为 还不是因为你们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我这是在给他活命的机会呢 他感恩戴德都来不及 怎么会是欺人太甚呢 苏芸汐 你就给我好好看着 你男人为了活命 会倒在我脚下的样子 有多北贱 苏芸汐 你胡说什么 上官少爷 大人有大量 这个废物能留在上官少爷身边 那是他的武器 秦莫 你还不赶紧跪下 认上官少爷为主 帝都上官家 那可是手眼通天呢 即便为奴为狗 那也凭你在别的地方 狗言辗喘 要好上万倍啊 还不信上官少爷的答案 你出身卑微 身犯死罪 但我上官姐 是个稀才的人 看在你武功还不错 本少 愿意给你个一步登天的机会 这可是你一辈子求来的 一步登天 没错 对于你这种身份卑微的人来说 能在本少身边当一条狗 就是一步登天 真是可笑 上官姐 你是井底之蛙 我不怪你 但是在我面前 说一步登天 真是蠢不可及 就你这个废物 还想代表天眼宗 做梦 混责 你说什么 不行 不许少爷秦莫 不闹 舒芸汐 父母之命没说这样 我已经把你许给了上官少爷 可你心里却想着这个废物 你是要违抗老沈的命令吗 还是我们苏家 苏芸汐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复制这个废物 苏芸汐 本少能看上你 是你的荣幸 你却为了这个不入流的东西 而拒绝我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灭了它 小子 我劝你还是乖乖跪地求咬吧 上官少爷武功高强 修为深厚 不是你这种平庸之辈能够看成的 就这身功夫 咱们也武 再去练一万年吧 秦墨 上官少爷自幼习武 他的威名远扬四方 不是你那个废物 我可以抵抗的 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上官少爷能领你平朝命 你还不知足 你非得逼着上官少爷动手 我看你是必死无疑 本少的武功还流入不到你来贫下 本少自幼在天野 从外门长大 对付你 根本用不了一成的功力 蒙死在本少的手里 也算是你的一种荣幸 不可重有 不管怎么说 秦先生说我身中寒卢 此事不假 秦先生出手相救 我浑身疏杀 这是事实 我造过人 从心里认定 秦先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所以上官少爷你 不能听说 不妨 他若是动手 便活不过精武 我少官节的武功 在同辈之中无人能敌 灭了你 就像一只马一样 就算 用一些大话来伪装自己 也改变不了 你今天要命丧于此的事实了 国造 我看你这小子不讲武德搞偷袭啊 随后少爷 今天不要放过他 一定要他死 看你这红蛋真是疯了 连上官少爷也敢打 你是多心不义 彼此彼 上官少爷关红大恋饶了你 你居然不知好歹 我看你这是救游自取 你敢打我 商大便打 那么多废物 小子 你今天不会再活着了 今天不杀你 我就不信上官 来人 这些事情 本就因我爷爷生病而起 既然现在我爷爷 决定绑下亲先生 还望上官少爷保持尊重 这儿 毕竟是我赵家的场子 那就别怪我 别你们赵家一块大 连我一招都接不住 我还在这儿叫唤人 动手 给我灭了他 谁敢动我儿子 好 爷 上官家主 他怎么来了 他怎么来了 上官家主坐镇天中外闻 若无要事 他从不轻易离开 看来秦莫的事情 已都天中知晓了 上官家主的身手 秦莫这废物今天活不成了 上官家主身手高强 他训练出来的 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上官家若是出手 我们的人 也撑不了多久 小子 我爸 你完了 别说是你爸 就算是你爷爷了 我一样打着他给我下跪群摇 你还敢口出狂言 上官家主 那天云中外门长老 你刚才不仅 辱莫我神龙骨 如今 又蔑视天云中 我看了最佳一个 爸 就是他 他不仅口出狂言 而且还不知悔改 而且还打伤我 我快动手废了他 不然上官家的脸面 往哪放啊 就是你这个 辱羞未干的毛头笑 敢动我上官家的人 你不把我上官家放在眼里 就是不把天眼宗放在眼里 我怎么不知道 区区一个外门长老 什么时候也能代表天眼宗了 我虽然只是个外门长老 可我已向天眼宗的 紫愿大宗师 求得了机会 让我儿上官节 拜入他的门下 明日天眼大会上 我儿就将正式 拜入天眼宗 紫愿大宗师 那可是你们天下的武力高手啊 在整个天眼宗 那也是排前三的 上官少爷 若能拜他为师 哎呀 那你们上官家 就是天眼宗在外的 淡然人了 那上官家即将成为 天下第一大家族了 我听说紫愿大宗师 对弟子的要求极高 上官少爷的武功 能得到他的肯定 果然非同一般 紫愿大宗师 竞收上官节为主 看来上官家族的势力 已经渗透到天眼宗 我招架 难以遇的抗衡 紫愿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莫老头 新说的徒弟 别人说话 莫长老乃是 天眼宗的大长老 你这是大不敬 没错 紫愿大宗师 正是莫长老的 清传弟子 更是当今 叱咤风云 纵横天下的 绝世方首 我真是没想到 这个废物竟然 孤陆寡闻到如此地 连紫愿大宗师 你都不知道 活该你这一辈子 只能窝在江州 做一辈子坠绪 而我明日 即将拜 这天眼宗 给我上官家 但我无上的药 只可惜 你是看不到了 因为你 今天死定了 我当然看不到 因为只要有我在 你上官节 永远进不了天眼宗 当着我爸的面 还敢口出狂言 上官家族 受某观察此次多时 此次 心高气傲 口出狂言急着要当斩 这种年轻人 我见得多了 真是狂妄无耻 这等货色 还不配我亲自动手 用这把剑 这枪吧 也许我会考虑 留一句诠释 上官家族 这是赵家的地盘 秦先生 是为我而来 你这样对待他 是否有失礼节啊 礼节 他打伤了我的儿子 触碰了我的底线 根本没把我上官家 放在眼里 而你赵家 与他沆瀣以气 赵家族 我奉劝你不要插手 否则别怪我上官霸图 跟你分脸 今天 我定要废了这个小子 这些 都是我上官家 培养多年的精润 为天眼宗 可是杀敌无数 你若不愿自残 也借以送你之后 我看谁敢动手 天王 这是赵家的厂子 燕瀣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命令 赵家的保镖 火输前来 我当然不用担心 区区几个护卫 上官家这种三脚猫的功夫 能教出什么精力 我看 三脚都不住 终于到了 好大的口气 你言行武装 以下犯上 辱莫生能诬蔑 是天眼中 中中渐渐犯的课 都是死罪 秦先生有罪 自由天眼中的墨长老来处置 还轮不到你这个外门的长老 出炒 赵家族 难不成你为了这个毛头小子 真的要与我上官家势不两立吗 我告诉你 秦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为了他 我赵家和你上官家族势不两立 又有何外 告一样见 可虽然你赵家在天眼中内不弱于我上官讲 可你别忘了 这小子今天对神农谷的谷主将一些也是屡屡不尽 那么再加上这神农 你赵家可还敢保他 回答我 敢谁不敢 你们赵家处处探户这混蛋 等一仙大人到场 恐怕赵家一个跟着李子 实相的 赶紧把他这混蛋给我交出来 我带死出来 绝不找了你赵家的 吵死了 不用你叫 他已经赶来给我下跪的路上了 你 你还敢明顽顾临 现在不是说大话的时候 一仙大人救人无数 他在天下的地位 仅次于莫长老 你先前对他大不敬 他来了 明天不会放过你的 你有何打算 秦先生 那件会听有案到 一会你和袁小姐先自设立 剩下的事 给我往来处置 不用 既是江仲景来了 也只会给我下 秦莫 现在不是你逞强的时候 还是听赵家主的话吧 是啊 先生 你有案里有案 让我来保护你吧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一会江仲景来了 他们都得给我下个道歉 神农谷一仙大人 江仲景到 奶奶 是一仙大人 舍瞎着 不要瞎说 那是一仙大人 最新医术了 饼根 尽管如此 他能用声音 避免出方向 靠嗅觉 能分辨出 一万多种草料呢 啊 师父 一仙大人 您来了 发生何事 今日我还有药师在身 数灾数绝 是这小 他以下犯上 如莫神龙骨 还打伤我儿子 罪状可谓数不胜数 是啊 这小子还多次口冲狂言 质疑你的医术 他还说你是个大傻子啊 哦 天下竟敢有如此胆大致 竟敢质疑我 神龙骨 他狂妄之气 一仙大人 您可要好好地折磨他 不能让他那么快就死掉 我江仲景做事 还需要你来教吗 问你这样东西 怎么跟一仙大人说话 一仙大人 全子不懂事 还望您解量 我江仲景 闭关多年 于事无证 从不宣谈任何人 这一点 上官家族 你可要搞清楚了 是 是 你就是那个 犯了死罪的小子 别以为你不出声 我就找不到你 我虽双目失明 但我的双耳 能倾千里 能躲过我的飞镖 看来四个炼家子 万力炼得总算可以了 这 这声音 是 小子 你别高兴得太惨 一仙大人的精通药理 有的是毒药 让乖乖就算 不是你等平庸之人 可以抗衡的 我师尊的这把剑 在炼制的时候 吹上了万种毒物 无论再强的高血 只要有一点点的创伤 便会使人 尽刻毕命 听见没有 你就算有通天的本事 也抵不过这殿上的剧毒 我劝你还是乖乖跪下求饶 或许还能死得痛快点 钟景 我教你药理医术 是让你救死不伤 怎么连自己的眼睛都知不好 这声音 这内力 是 是主人 过来 让我看看眼睛 放弃秦末 竟敢对于歇大人做出大不敬的举动 死到临头了 你又在玩什么花样 我看你真是丑死了 于歇大人 狮子狂妄自啊 诡计多端 他这是在拖延时间 你千万别撞着他的圈套啊 今天您一定要将他救地正法 你这神龙骨威名 秦末 身犯恕罪 必死无疑 不要再做无畏的挣扎了 这样能死得更快 为何将一仙 乖乖就犯 毫不反抗啊 难道 秦末是在给一仙大人治疗女疾 苏云西 你说出来的话 自己相信吗 他一个废物 怎么可能给堂堂的一仙大人治病啊 苏云西 我没想到 你对这个废物还抱有幻想 我相信一仙大人 断然是不会被他的把势疑惑的 这小子啊 死定 我劝你 还是乖乖来我上官家 跟我玩乐吧 秦先生 治好了我的玩机 说不定 也能治好一仙的眼睛 一仙大人的身份何等尊贵 什么珍贵的药材找不到 都无法治疗他的眼睛 就凭你一双骨痛的手 也能治得好 赵家主 我看你还真是昏了头了 这小子毫无医术可言 不过是凭着这张满口胡言的臭嘴 才苟活到现在 等一仙大人识破他的伎俩 他定死无疑 好了 我能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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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卫地小卫地 我这里啊 有一颗灵呆妙药 帮你吃 立刻痊愈 可是 我没有钱 什么 没钱 没钱还敢拿开票 滚滚 赶紧走 别呆我脑子做什么 干什么呀 要死我死远点 连小孩子都敢骗 不要让我再看见 否则下次批的就是你这个人 怎么 对这个感兴趣 那以后就跟着我学习医术 好 赶对秦先生不敬 真是找死 Yes 你要看 一天大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秦先生是我的师父 神龙谷都在顾问了主人 你们真是好大大胆子 竟敢对他不敬 您是说 这个废物是您的师父 是您的师父 那岂不是我的师父 刚才还 我还带不进呢 神龙谷有着天下第一的医术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神龙谷的主人啊 叶江大人 他之前不过就是江州一个坠绪 怎么可能是您的师父 我和师父相认 还轮不到你来子从话就 怎么 刚刚不是还可嚣张地 刚娶我姓你 小的 你也得高兴得太早 你真当我上官家怕了你吗 神龙谷又如何 也别忘了 当今人间第一势力 那是天眼中 明日 我儿就将败入子院真实的门下 天资聪慧 未来可期 成为莫长老的接班人 也未尝不可 没错 等我明日拜证天眼宗 将我神宗 好高跟 没有让我 还有子院宗 使他们定乱 会治你的死罪 你怎么就确定 我不是天眼宗的主 放肆 居然连天眼圣君 都不放在眼里 不看真是大 大包天 据天眼宗密报 明日的天眼大会 就是为了庆祝 圣君出世归来而办的 届时 圣君大人 也会亲自出席天眼大会 圣君大人回来 我说天眼大会 怎么烧开得这么重啊 没想到圣君大人 真的现世了 我一定要想办法 进入天眼宗 一睹圣君大人的芬容 想到圣君大人 已经在明天的天眼大会上露面 这次大会 变成全群聚会 我书家的前程如何 就看我能不能掌握住了 上官家族 上官少爷 我书家想往天眼宗 已经多时 不知道这次能否得到一张 天眼大会的江湖景点 那就要 看你怎么选吧 我们书家 当然是站在你们 上官家这边了 芸汐她善不惊事 又被这个废物给迷惑住了 不过啊 我定会把你的意思 说给芸汐 把芸汐送到你们了上官家 不错 明日就是我上官节的拜师宴 就准你们来参加官礼 不过 我明天 要在我的房间里 见到苏芸汐 至于你 你这个卑微的小丑 根本就不配参加此等圣诞 整个天眼大会 都是为了我而去的 到了明天 你们就会知道 自己多么的愚不可及 你丧失 就算你们跪下求我 我也会放你 看你这废话 还搞不清楚状况 上官少爷 马上就要一步登天 还敢叫笑 天眼大会呢 是天下盛会 你竟然说是为你而开 你再是不知死活 发了 他不过是一个将死之人 就让他 再说两句嚣张无望 等我明日拜试宴结束 我领着天眼圣位 亲自来取他的口 你们都给我睁大眼 你好好看 看我上官家 是如何登上高位的 我们走 秦梦 你赶紧赶在天眼大会之前离开 或许还能保证性命 天眼中可是天下第一势力 圣尊大人 更是至尊无上 这次我看这废物 怎么逃出身体 修伟姓 你把我们修家 害到这个地步 你还不够吗 还不费 跟我一起走 秦梦长 上官家族 新人生辣 此次凶多地舍 管制派人 护手你离开吧 不用了 明天该死的是他们 圣尊大人 天眼大会 已准备妥当 你一声力下 便可即刻开始 上官节 今天 我就让你付出带着 不愧是天眼大会 竟能有这么多 大人物前来参加呀 天眼大会 原本就是天下圣主 圣君大人 要在这里献身 这些人就是撞破了狗 他们也是要来的 上官少爷 竟然能当着 这么多大人物的面 败入天眼宗 日后肯定前途无量 苏家绝不能错过 此次机会 秦墨 你怎么来了 上官少爷说要杀你 竟自己送上门来了 新日的天眼会 来的都是 一等一的高手 容不得你放弃 秦墨 你怎么来了 快走啊 等会上官节到了 你就逃不掉了 朱云熙 你还要护着这个废物 到什么时候呀 只要你今天 乖乖爬上 上官少爷的床 便可给我们苏家 带来无上荣耀 而这个废物 他带给我们苏家的食物还小吗 你本也长 你一无是处也就算了 还身份输着 你竟然还跟到了天眼会 秦墨 这里可是天眼大会 隐世多年的圣君大人即将现身 岂是你个卑贱之人能来的 连这种场合都敢浑水摸鱼 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哪 这不是上官少爷吗 今天就要拜入天眼 总成为紫园大师的弟子 真是年轻有回 紫园诸实 可不轻易说过 上官少爷能得到的任何 想被失恋 竟出了拔萃 上官家 这是有一步登天啊 以后还帮上官少爷 嘟嘟提谢我们 我上官节 一降重语重义 你们支持上官家 本少自然是不会亏待 小子 你还有几分胆 竟然敢自己送上 本来找死 这天眼大会 向来只给天下 排得上名号的大人物 派发群体 你不过是江州 苏家的一个小小客气 自然是没有群体 你竟敢不择手段 偷偷溜进这天眼大会 好大的胆子 什么 这小子竟然是偷偷溜进来的 这是大宝天 当天眼中在吃醋的吗 本少 现在就替天眼中 独了你这个货 不过 看在你对你 送的门儿的份 我可以给你一个最快 慢着 其先生 是我道下带你 你赵家带进来的又如何 他不过是一戒罪人 你赵家是想包庇罪汉吗 我没记错的话 你还没有拜入天眼宗 无权楚之秦先生 等我将这一切告诉圣兵大这小子被死 这样子 还没被干死 齐先生 沈温杰是铁了心又让你死 你还是赶紧疼吗 是啊 秦墨 你赶紧离开这里 才能保住性命 放心 芸汐 不会有事 相信我 爸 反正你这废物已活不了得住 你就在这里好好看着 你与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今日圣君大人现身 前排肯定作物学习 你就老实待在那里 别碍了圣君大人的眼 你就让我坐那儿 怎么 不满意啊 你放肆 显天眼大会这种场合 就凭你 没人的都进过 上官少爷能网开一面 让你如下观礼 对于你来说已经是三生九幸 你别等鼻子上脸 齐墨 齐墨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 不识好歹 这天眼大会的作息 一向都是按等级修为来划分 你不过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 对 根本就没有资格计算 你还敢在这里挑三九四 修为等级划分 我要是坐在那里 那便没人敢入座 齐墨 别胡闹 能有座位就已经很不错了 去坐下吧 齐墨 以你的身份 赵家让你参加天眼大会 已尽了权力 至于座位 赵家也无能为力 齐墨 本少好心提醒 这天眼大会 来的都是各地各的高手 没有一个 实在可以忍起 那就布老板你配心了 哪来的狂徒竟敢坐圣君大人的位置 放肆 那是圣君大人之位 也是你这个废物能坐的 秦墨 你快下来 圣君大人马上就要到了 别乱来 你小子活了不耐烦了吧 圣君大人的位置也敢坐 还不快下来 今日众多武林宗人 都是为了一睹圣君大人的尊荣 而来 你这般嚣张行事 就不怕得罪 在座的武林宗人吗 赵家主 是你们赵家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带进来的 惹怒了圣君大人 你们赵家 就等着灭门吧 齐墨 你快下来吧 放肆 大胆狂徒 竟敢来千眼大会上闹事 你真当我上官家杀不了你吗 这座位 摆在这里不就是给人坐的吗 至于这么对我寒打海杀吗 历年来 这千眼大会 都是按照修为等级来排座次 而圣君大人的修为 乃天下第一 无人能敌 自然当得起这个位置 而你不过是个懂点拳脚功夫 且资质平平之辈 有没有修为还未可知 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 还不给我滚下来 你又怎么知道 我没有修为 那 瞧见了没有 在上古神器灯仙台 有没有修为 一眼便知 这灯仙台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灯仙台 是上古流传下来的神器 将手掌置于石台中央 便可测出修为等级 有点意思 神器面前 我看你还怎么做假 识相点 赶紧下来 不要测出下下等 都会人现眼 赶紧坐位的时候 不乖乖坐下 现在按规矩办事 你这种废物 根本就没资格入朝 秦末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赶紧给我滚下来 秦末 你快下来吧 现在还有机会 若是圣君大人看到这副景象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没想到 就有如此神器 正好 让你们看看我的通天修为 看这小子 如此名玩不灵 上官家族 还是直接开始检验修为吧 让这小子知道 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 是啊 我看他这不壮南墙不死心 今天就让他开开眼 秦末 你现在 不过就是一只丧家之犬 能进入这天眼大会又如何 毫无修为 只配站在小路 而我上官节 即将在这高台 万一千一足 受众人请养 我上官家 你即将走向天赋 你的想象力 还真是丰富啊 今天我来这里 就是让你们上官家知道 我与你们的实力 差距有多大 不得量力 清风剑 第三代传人杨清风 申请一试 转 我苦练剑法多年 今日若能艳德修为 必将使我清风剑 发扬光大 二心修为 陆下等座 不枉我苦练多年 今日终于入得下等座 我清风剑在江湖上的地位 将一步登天 这就是你们说的开开眼睛 不过区区啊 连我的万分之一都 你这个废物上 恐怕连一颗星都没有 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敌人啊 狂妄自大 愚昧无知 只会满口说大话 我看你这样的废物啊 就算修炼一百年 也达不到一心悬 好了 跟这小子 没那么多的废话可说 去 让他们都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实力 什么叫做天下第一家族 是 四星修为 不愧是上官家族 仅能训练出此等高手 这就是第一大家族的实力吧 我等 智魁不如啊 陈墨 看到了吗 这只是我上官家 一个小小侍卫的修炼水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认输吧 我们上官家的实力 是你惹不起的存在 这上官家族的实力 竟然已到如此地步 我赵家远不是对手 恐怕这天下 也没有家族能与之抗衡 区区四星而已 很了不起吗 你还看不起四星修为 你若上去检验 毕丽是毫无修 连至天眼大会的门都进不来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东西 区区四星修为 就值得你们这么吹 你去测试一下 我 我天生体弱 修行这种事更是一窍不同 就算上去了 也没什么用 我这时候传你一些修为 这小子又在搞什么鬼吧 去吧 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姐 能有什么修为 什么 四星修为 没想到赵小姐也有了四星修为 赵家主 运气不错啊 五星修为 入座上等座 什么 五星修为 净是于最高级六星啊 如此高级的修为 岂不是意味着天下任何无功 都能被误透 是啊 没想到赵小姐的小姐 就如此自知 完全不是上官家的人啊 好啊 赵小姐既然有如此实力 跟着她 只会埋目了自己才能 不如 跟我上官家临手如何 你还不配 四四多次执嘴 无法 虽然五星修为 还算不算 但总比某些垃圾 较强得多 什么 你说我上官家的人是垃圾 够了 拒拒五星修为 无此放肆 现在就睁大你的狗眼 给我好好看清楚了 什么是天人之姿 六星修为 万中无异 入座 上等桌 首席 你又不姓 不愧是上官家的少爷 死等修为 这世上恐怕没有几日能比肩 难怪只爱中大师 愿生少官少爷为妇 不愧是上官家的少爷 上官少爷当之无愧啊 上官家本就位高权重 上官少爷又印出天人之姿 这下上官家 是要因首登天 唯我独尊了 小子 看到了吗 我乃天人之姿 六星修为 可入座 首捉首席 距离圣君大人 几尺之遥 而你 只配待在角落里 一辈子都得不到 圣君大人的关注 不愧 不愧是我上官霸图的儿子 天下众生能拥有六星的修为 已经是万中无一了 恭喜上官少爷 上官家族 我书家勇士奉 上官家为主 恭喜上官少爷 恭喜上官家族 恭喜上官家族 都起了 你们有心了 我上官霸图 心里有数 日后 定不会亏待于你们 陈墨 你现在 还有什么话 还不跪下磕头 向上官少爷 贼罪 一个废物 还敢和上官家斗 早死 陈墨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现在跪下求饶 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真的 六星修为 在我眼中 不过是拉起来 就凭你 也配跟我上官节听信 我看你是不自量力 上官少爷 李燕能 是六星修 天人之之 你这个废物 还妄想逆天不长 真是可笑 上官少爷修为高尚 等拜师结束 你闭死我一点 不要再做 无谓的挣扎了 六星修为 乃顶级修为 不可能再有 更强大的资质了 这废物在这 丢人现眼啊 毫无资质 竟然上来验修为 真是哗众取仇 不知廉耻 还不赶紧滚下来 求得上官少爷的原料 废物就是废物 毫无修为可言 竟然连登仙台都唤不醒 我看你还有何话说 我看你真是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现在众人皆可作证 你就是个毫无修为 以下犯上 强占圣君作位 你今天 对死了 李燕 你想要几个心 我变给你 天怎么黑了 这什么情况 这才上午 天怎么黑了 天怎么黑了 什么 废物怎么可能有六星修为 仙台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反应 一定是你在故作玄虚 你也配跟我 萤火之光 齐甘 炮月中 这是什么 六星天人之姿之上 还有更高的修为吗 到底是什么 修为 竟能操作 斗爪姓仪 北斗七星 七星连柱 仙人之死啊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有 仙人之死啊 修为无双 到底检验范围 无法定机 芸汐 我送你的漫天仙盒 喜欢吗 齐末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修为了 这灯云台屹立千年 坚不可摧 这秦先生 你就把它给震税了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只有这么恐怖的能力啊 难怪他形势如此嚣张 这么强大的修为 并下跨没幼稚 啊 那可是上过神气 你说毁就给毁了 你又赌了一桩重罪 黑门不可能 这个废物 怎么会有如此的修为 你是用了什么 作弊手段的 不过是一个 破败不堪的石头吧 还用不着我 我不相信 你不过是被苏家扫地 出门的垃圾而已 这怎么可能 难道秦末真是 财成天然 我是不是看走眼了 现在 你们还有谁不服吗 小的 就算你再想 你强得过圣君大人吗 那 可是圣君之位 放眼天下 能坐在那里的 非圣君大人莫属 你算啥东西 没错 这个废物 破坏天眼大会 毁坏这灯仙石 想必 紫苑大宗师 已经收到赶宁 马上 就会亲自来收拾 我劝你 送他最好 乖乖棍子 受死 等死吧 紫苑大宗师 他算个什么东西 今天就算 莫老头来了 在我面前 也得跪下 忠大宗师 紫苑到 拜见紫苑宗师 紫苑宗师 你来了 就是这个狂徒 嚣张无度 不仅强占圣君之位 而且还毁坏这上古神势 你好大的胆子 敢在天眼宗的场子闹事 是不是想 你不认识我 我乃天眼宗的大宗师 怎么会认识 你这样的卑贱之人 你若是想跟我攀关系 我可以告诉你 没用 我向来最厌恶这种 本事不多 却又乖张行事的废物 小子 现在来攀关系 到近乎 晚了点吧 紫苑宗师 绝不会翻过你 这种嚣张之人的 你已犯下死罪 我将会一一比报 你等着被关入天眼的领域 接受最严酷的刑罚吧 秦墨 你随修为高深 无人能可惜你 作恶多端 业障深重 你已经犯了死罪了 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秦墨 不要再做垂死挣扎了 你一个罪人留在此处 只会遭了圣君大人 和墨长老的眼 秦墨 你修为再高又如何 不过就是徒有其表 子愿大宗师武功盖世 灭了你 不过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就他 再给他百年千年万年 也抵不过我一根手持统 你放肆 子愿大宗师武功天下第一 你敢不把他放在眼里 你好大的口气啊 你所有中间修为 却不懂得好好利用 如今犯下重罪 只会沦为一个不入流的囚犯 永生永世被关入天眼炼狱 不得翻身 而我 自由跟着墨长老学习武功 如今乃是天眼宗的大宗师 因为我乃云民之敌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出如此大话 虽然大宗师 别跟他废话了 他不过就是一个不知悔改 明顽不灵的废 赶紧把他赶出去 别当我们召开天眼大会 没错 墨长老和圣君大人马上就要到 不能让这个废物冲撞了他们 还请宗师出去 将这个废物拿下 控制起 我的能量超过你们的想象 你们这么做 这会让自己招惹灾祸 灾祸 招惹什么 我就不信你个身犯宿罪的废物 能有什么通天的能量 你说真的是什么掩饰高手 紫燕宗师怎么会不认识你 启莫 你现在不过就是一只 众人嫌弃的丧家之曲 而我背后站的是整个天眼宗 还有圣君大人 等今日拜实验结束 日后再成为圣君轻卫 这天下的所有人 都要向我少观节 俯首称臣 你卖诗业 圣君轻卫 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看 你们做得有多可笑 三分钟赶到我面前 否则千眼宗这个宗主 你就别倒 三分钟赶到我面前 否则千眼宗这个宗主 你就别倒 圣君大人震怒 我得赶紧过去 千眼玉石 你不仅扰乱天眼大会 毁坏上古神物 现在还敢盗取我天眼宗的圣物 原来你这块石头是偷的 秦莫 你好大的胆子 都偷到天眼宗了 没错 天眼玉石呢 是天眼宗圣物 只有天眼宗的人 才能将其唤醒 你以为得到了天眼玉石 就能轻松加油得了吗 笑话 小子你敢把偷来的赃物展示在众一面 你是嫌你死害怕 莫老头已经收到了我的讯号 现在想必在赶来的路上 你们现在该想想 一会儿该如何给我下跪求饶 是废物 休要猖狂 千眼宗的圣物 不是你能染指的 等莫长老到场 你只会死得更快 秦莫 你还是快把东西还回去吧 天眼宗 不是我们能惹的 不用担心 你莫老头来了 他们都会不会下跪求饶 没想到你竟执迷不顽固不化 上官杰 能命你代表天眼宗 被圣君大人 除了这个祸害 上官杰遵命 天眼九世 哎呀 这可是天眼宗 独门的招数啊 没想到 上官杰悟性如此次高 还没办 天眼宗 竟能参透 天眼九世 爷爷 这天眼九世 很厉害吗 这是莫长老 年轻时候所上 天下能参透罪人 寥寥无几 上官罢不 因为没有参透 所以只能列在 外门长老之位 没想到上官少爷这么厉害 秦莫 你死定了 我儿子的天赋 可是得到了 子愿大宗师的肯定 大长老的亲自点头 才败入天眼宗的 上官姐 苏斩苏斩 让这个废物 彻底领教一下 我们天眼宗的厉害 小子 从来没有人能够得出 莫长老的天眼九世 也就是你的死心 这莫老头年轻的时候 跟我学武 就是三天打云两天晒 他窗里的招式 更是落雾的 只不如还凤若至枉 真是可笑的 口无哲拦 到临头还敢走 你死了吗 秦莫 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没有死 不仅没死 这一找 似乎还被伤到秦莫芬好 莫 你怎么样 没事 这点三脚猫功夫 还伤不了我 刚才我只是用了三成功力 没想到你小子 还能抵抗一眼 看来是我第一姑娘 三成功力 我看就算你使出十成功力 也不过如此 秦先生 现在不是你逞能的时候 天眼九世 不是一般人能抵抗的 刚刚 你侥幸活命 现在你的内力 已经彻底本税了 你千万不要再恋战了 秦先生 这小子本就犯下死罪 刚刚受了我而一掌 定是元气大伤 竟然还有功夫 在这里装模作样 你以为你这样 就能火度治众人吗 秦莫 你别装了 死到临头了 你现在跪下求饶 上官少爷 还能给你个痛 芸汐 你快点过来 这个废物 今天是活不成了 怎么 你要跟他一起去死吗 不 吴隐私 让开 今天该死的是这个小子 我不想万上无辜 别怕 该死的是他 好 你们既然是不服死 让我少不危险 就成全你们 不 不 姐 韩石顿 小子 到底是什么人 秦天上 不但精通医术 修为秦天 只能比输 善官节的天眼九世 他 他不是一般人 没想到 这小子的实力 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这印象身份 是在苏家 做了五年的坠绪 武经天眼大会 召开三心 咱们无在隐藏身份 一定是知心叵测 总对杰眼宗不利 好幻疑 他就是冲着杰眼宗 和盛军大人来的天使 我从姑婆杰眼宗 应该立刻上报杰眼宗 什么 你说的不如道理 由此看来 你远去江州 就是为了避开帝都 对你的探查 而隐藏在苏家 装疯卖傻 这么多年 更是为了打消旁人 对你的疑虑 如今 莫长老放出 召开天眼大会的消息 你就按捺不住了 于是 你开始谋划 一举攻入天眼中 我说的可对 什么 他之前的疯癫之状 都是装的吗 好好好 好一个半猪吃的老虎啊 想不到我孙家 窝藏你这个逆贼 五年有余啊 锦月 毕竟杀了他 难怪你有一身绝世好武功 没想到竟然是个奸细 可惜你不自量力 得罪了天下第一势力天眼宗 还妄想破坏天眼大会 今天你必死无疑 秦梦 你真的是奸细吗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因为等莫长老来了 身份自会知晓 莫长老的修为是我等的百倍 在天眼中仅次于圣君大人 就算你的修为再高 也不可能是莫长老的对手 等莫长老当场 你定会死无权势 秦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和他们解释清楚 不用担心 就算是莫老头来了 也得给我跪下 秦先生 我们知道你实力不凡 可你再怎么有实力 你也斗不过莫大人 他效忠于圣君大人 是圣君大人的亲传弟子 普天之下 谁也斗不过天眼宗啊 别说是天眼宗了 这六道三界 也没人是我的对手 秦梦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 你对我隐瞒了这么多 我不怪你 可你若真是奸细 现在就赶紧老实交代 背后到底是何人指使 若你愿意束手就擒 归睡于天眼宗的话 或许 莫长老还能放你一条生路 不用跟他废话 看起来 根本就没有投降的意思 不为 此事非同寻常 君府的院宗师出手 读杀恶徒 君子愿宗师出手 读杀恶徒 受死吧 这小子这将死定了 不愿宗师亲自出手 就算你有三头六臂 也死无葬身之地 皇旺自大 行事嚣张 能死在这么多武林侠士的手里 也算是你得不要 苏云西这贱人 还真为了这个废物 连命都不要了 真蠢 秦梦乃是违抗天眼宗的恶徒 苏云西屡次报庇容忍他 他若不死 等天人中的人来了 也会将他一同视为奸细 到时候你就会连累我们苏家 秦先生这次真是再见难逃了 都给我住手 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完了完了 莫当 秦先生 你今天逃不出去了 秦梦 莫长老来了 你只跟 我无葬身之地 你要怎么确定 死无葬身之地的人 不是你 还真是尚赶着找死 到这个时候 还在乎言乱 个混蛋东西 你看莫长老已经来 这天然大会 召开在尽 马上圣君大人也会前来 怎么 你还搞不清状况 我看你还是 老老实实地求饶吧 不要再予予不习了 我看搞不清这种状况的 是你 莫老头是我 叫来 你们万众期待的天然大会 也是为我而开 但莫长老面前还敢 张张无状 就算你今日投降 你也没有活路可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莫长老 天然大会召开在即 没想到 在江州抓到了一个 起不对天然中 不利的奸细 奸细 是的 就是这个效果 多次以下犯上 辱莫天然中 才胆敢 搅乱天然大会 损毁了登千台 我上官家 欲劝其投降 哪成想 他冥完不连 我儿出手控制 他竟然把我儿子打杀了 求长老做主 我儿子打杀了 我儿子打杀了 你说紫园对他动手了 莫长老 上官节 对天然宗忠心耿耿 别想要赶在天然大会上闹事 我实在是不能忍 能为圣君大人出力 也是我的荣幸 莫长老 此人藐视天永宗 还对圣君大人不利 恰好上官节 今日即将败入我门下围主 我本想先试炼他一番 没想到 这个狂徒先贤 竟是故意藏着 不过长老放心 只要我出手 必将他救地斩杀 一群蠢货 都给我过一下 莫长老是怎么了 不先处置秦莫 反而责怪紫园宗师和上官少爷 上官少爷生在武力世家 又是紫园宗师印定的弟子 今日连连失手 却败给了秦莫这名不见金钻的肺 莫长老自能生气 莫长老 您 您这是何意呀 莫长老 莫长老 您别动动 是徒儿无能 竟然会输给这样一个奸细 犹损天眼宗威名 可是定用了圣君大人的脸面 请莫长老责罚 莫长老要责罚就责罚我吧 受我教导无妄 求您再给我儿一次机会 更能将此贼径地正法 莫长老 徒儿办事不利 竟然让一个奸细毁了天眼大会 请莫长老责罚 一心不张眼地处过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莫长老息怒啊 都怪这个奸细隐藏太深 他以苏家坠绪的方式 掩人耳目 这才骗了所有人 所以我们都没能及时发现 这种无入流的奸细 还轮不到你出手 我立即将他拿下 绝不让他再有逃脱的机会 没错 莫长老 这一次我一定全力以赴 圣君大人到场之前 将他捉拿 请莫长老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要算再给你一百次 你也伤不了我疯了 不过就是一个将死之人 只要莫长老一句话 立刻将你出手 还敢再次大放厥词 归王子 又伤我儿子 大胆狂谱 当着莫长老的面 你还敢如此嚣张 大长老 求您下令 将死贼杀之一师众人 笨将 不好了 莫长老动怒了 看来真是这个废物 彻底惹怒了莫长老 你看 那上官家都跟着一起受罚了 看来莫长老是想亲自动手 秦莫这个废物今天死定了 府下莫北 拜见圣君大人 拜见大君大人 圣君大人 他竟然是天理圣君 秦先生神力冲天 被动你吧 可没想到 您就是圣君的 什么情报 紫园周氏 居然管秦莫叫 圣君大人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是圣君大人 就不如 属下来旨 请圣君大人责罚 不用 都起来吧 你来的正是时候 您要是来早了 我就看不到这出行事了 只是没想到 有些臭鱼烂虾 打着天眼弓的启动 在外面 在外面嚣张把握 我们刑罢了 圣君大人请放屈 此事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今日 胆敢对圣君大人 无礼不敬者 我都会一一清算 今日 胆敢对圣君大人 无礼不敬者 我都会一一清算 他竟然真的是圣君大人 我刚才 竟然想对他动手 看来我家老头子 说得真对 这个傻子 他真是圣君的 我把这破天的富贵 亲手给推了出去 我竟然一直在 承辱圣君大人 你对我就是认错了 圣君大人 是至关无亢的存在 怎么可能是他呢 好不过是苏家 一个小小的坠婿 走用石头 怎么可能是 尊贵的圣君大人呢 还不住嘴 上官姐 你好大的胆子 敢对圣君大人 无死无礼 我宣布 上官家 不哭天眼中 来人 把上官赴死 押入天眼大牢 不不不 魏长老 我们上官家 这么多年 为天眼中 兢兢业业 清醒恳恳的办事 你得看在 曾经的份上 饶了我们 你两个饿了 这一次 莫长老 是 是 莫长 谁莫 莫 莫 神君大人 我们错了 再给我一个错 现在知道认识 晚了 没有 再给我一次 机会把神君大人 都给我拖出去 莫长老 你找个我们上官 加上一次莫长老 我看谁敢欺负 我上官家的人 我看谁敢欺负我上官家的人 我看谁敢欺负我上官家的人 喜哥 冰儿你来了 姐 救我们 长来我天眼宗闹事 你好大的难 上官您 幸过牧长老 我并非在天眼宗闹事 只是今日 他们两人我保定了 你这是想挑衅我天眼宗吗 不是挑衅 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天眼宗虽然后称人间第一势力 可我缥缈从独尊武道剑术通天 才是真正的一世第一宗 宁儿 你嫁入飘渺宗了 是的 不仅如此 我还是飘渺宗宗主 冷清秋的关门弟子 怎么了 既然还是冷清秋的关门弟子 是飘渺宗弟子 能够见达了他 圣君大人 飘渺宗武功不弱于我神 如无人之多 飘渺宗宗主 冷清秋 一手飘渺剑诀 送空天下 更是有百年之久 没想到这上官您 竟败到了他的陈下 哦 你就是冷清秋的弟子 有趣 你就是天眼宗所谓的圣君 你就是天眼宗所谓的圣君 没错 这般年轻也敢自成天眼圣君 上官赵 我原本很敬重您 没想到您妄图扶持这样一个废物当傀儡 送空天眼宗 是下宗 就是你这个傀儡仰仗背后是墨长老 想欺负我的家人是吧 你说错了 不是我要恨你的家 是他们自己找死 你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竟敢这么想 这倒不敢杀你吗 放肆 敢对圣君不敬 既然他对自己的见书很自信 那就让他试试 是 既然你说你是冷清秋的弟子 那就让我看 你的剑术学习得如何了 听圣经这话 难道冷宗主和圣经大宗也有交信法 不 最武师尊不敬 真是找 看我一见 果然是掩饰第一世界飘渺中的弟子 这飘渺阵诀 莫然天下第一 秦莫 小心啊 这眼睛 竟然还想与肉费 你看 真是找找我 看我一见 秦莫 小心啊 我姐这一见 恐怖如斯 她这一见 肯定能把她披成两半了 您在这个年纪 刺出这样威敌剑 确实天资卓越 只可惜 被你们上官家 拖累了 莫老头 你胡说八道些啥的 是你扶持傀儡在先 我女儿代表 飘渺风将其斩杀 有何不足 反倒是你 犯了天眼中的禁令 你就等着被关进天眼中天牢吧你 哈哈哈哈 你这一见不过如此 蓝天鸡就是这么仗义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没死 这不可能 剑爵 是这么用力 怎么回事 难道他真的是圣君 你快躲开 我竟然躲开 这次是周围 实在是太恐怖 秦莫 你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你为何会我编表中的剑决 既然来了 还不快出来 我说 这是师尊的剑 好快的速度 又是我意想 恐怕胸肌肌少 是他 师尊 自然 站着天雅宗的胜利 要杀我家人 更是偷学我 飘飘宗的剑决 请师哥出手 镇压死徒 哇 我的天哪 这就是传说中 飘飘宗的君主啊 是三奶 人间五道 最底官的人物 这下就算那个秦莫再厉害 也必死无疑了 我 拜见一旧人 啊 什么情况 这 拜见一旧人 什么情况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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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不足的滋味不好受吧 起来 我叫你坚决 以后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你 这么多年 伯儿以为再也没有办法见到你了 没想到 你真的会 死了 我真是太激动 世尊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世尊 你是不是老如兔了 他如此年轻 你怎么能喊他主人呢 可何况他偷学我们飘渺宗的剑决 必须诛杀呀 大胆小欢名 你可知飘渺宗名字的由来 这 这飘渺宗名字 正是我为了纪念主人而创立的 这飘渺渐决 可可知人在很丢一斤穿受如我 没想到 尹师第一的飘渺宗 居然是圣军大人的势力 他是您主人 那他此刻是我师祖 还不会去 我的天哪 这老侯子 给我们苏家 你找了一个什么怪物啊 连言圣军 姚淼宗的祖师爷 我还要跟大胆 就算有一万条命 不够死 怎么可能 上官家真的完了 为了家人 本心不坏 可惜识人不明 还需魔力啊 上官灵 罚你去斯波押 闭关十年 不得离开飘渺宗 是 来人 把他们俩押入天眼间牢 完了 老婆 醒醒 你还是我认识的 那个秦梦吗 不管我是什么身份 狗永远 狗永远都是你的老狗 没想到 爷爷说的 竟然都是真的 秦梦 你真的能让我苏家飞生 既然你已经不傻了 我们终于能在一起 不被分开了 你 能不能 能不能什么 能不能 今晚和我一起睡觉 真没想到 我秦梦如今居然也有此事了 阿婆 辛苦你了 不辛苦 阿婆 辛苦你了 不辛苦 神子诞生在即 我沈家已经安排好 全球的顶级产科大夫 在我沈家24小时待命 公营 神子降世 另外我沈家近日 还投资了一座 贵族学校 就等小神子入学了 神子盛起尊贵 我要炼出仙丹神药 为神子提升修为 增强内力 神子降世 恐有心怀不轨之人 会加害神子 我这就去天眼中 训练精锐 日后可护神子平安 小神子定和圣君一样 才通天人 待日后 神子开始习武 我定要亲手为他 打造一把 趁手的绝世神剑 好了 都别说了 我要跟我老婆 享受二人世界了 你们都先回去吧 遵命 遵命 怎么了 我好像 我好像又生了 什么 我恐 你们来着正好 这是我们预言 最后一家病房了 老婆 别担心 医生马上就来了 起来 起来 给老车滚出去 我老婆头晕 需要紧张 现在这房 是我们的 原来是龙爷呀 我不知道 夫人也是今天入院 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 您别担心 这就把他们赶出去 你们 赶紧给我出去 这可是龙爷夫人的病房 这病房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你他妈是什么东西 这有你说话的分吗 就是 我们龙爷可是江州的王者 不是你们能惹得起的 识相点啊 赶紧给我滚出去 别 别动手 我脚生了 不能解析 丢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老同学苏云熙吗 你是 苏条桥 真巧 听说你当年 嫁给一个傻子 想不到 现在连孩子都有 对不起夫人 我不知道 这原来是您的朋友啊 老乡 我就要生了 这病房 能不能先给我 芸汐呀 不好意思 不是我不帮你 只是这医院 恐怕不是 你们消费得起的 这是什么意思 早就听说 你们苏家破产 如今你老公是个傻 恐怕 现在日子不好过吧 这医院 可是沈家旗下 江州最顶级的私立医院 在这儿生孩子的费用 可谓添价 你这傻子老公 负担得起 我不想跟你们更多废话 不想死的话 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老婆生孩子 关我什么事 你用这种态度和我说话 我腻了是吗 一股穷酸味 不是 还不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他们在这儿 让我很不舒服 你们赶紧给我出去 再不出去 我要叫保安了 这就是你们医院 救死扶杀的态度 去把院长给我叫来 你问你谁啊 院长是一想见就能见的吗 一个连老婆生孩子 都没有钱的费 还敢在我面前撂香 就是 我们院长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见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识相点 给你一分钟 把院长赶紧给我叫 谁要见我 干什么的 敢在这里吵吵嚷嚷嚷 院长 他们抢了龙爷赴院的病房 还在这儿闹事 小子 我们医院 可是省街旗下的产业 是江州最等级的私立医院 不是什么人都说这 院长别跟他废话 谁知道他们身上干不干净 我劝你啊 赶紧把他们赶出去 别带来什么传染病 就是 真是不知好歹 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责任 要是我老朋友 什么三长两短 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 好大的口气 一直知道 我们医院 可是省街旗下的产业 背后靠 可是省家 你看在这里闹事 信不信省家属一声令下 就能让你在江州 没有荣誓之地 就是还不滚出去 要是让省家属知道 你敢在省家的医院闹事 一定不会让你有好下场 一分钟江州医院 立马给我滚过来 放肆 剩个什么东西 你敢在我们以前装逼 我得要看看 你能叫他谁 我劝你现在就把全院 所有的医生都叫过来 给我老婆接生 否则 我要你们的狗命 麻烦 还敢跟我装饰吧 来人 把这两个闹事都给我拖出去 可别怪我没劝你 你这死的东西 非要那的 敢跟我 走盾 我看你怎么死的 给我住手 放 你们好大的胆子 真的对秦先生和夫人动手 找死 沈家主真的来了 沈家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两位贵人 被放的是你沈家呀 我沈家 你知不知道 你们闯了多大的祸 对不起秦先生 我来完了 陪你放心 夫人和绳子 必定全部平安 我老婆说了 今日不见性 他们都给我带出去 是 你们不懂沈家如何 老子可不怕 你们想对付我 你们配吗 就是 你们也配 好 那我天眼中配不配啊 天眼中哭 我神龙谱的主人 也有人敢不敬 瞧瞧 瞧一瞧 我的天 何人敢对我 瞧瞧中 总视不定 然以我瞧瞧中 你又几瞧 天下低 我当中文 别瞧 瞧瞧中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错了 金北大人 饶我一瓶吧 饶我一瓶吧 我到底 当中了什么大人饿 我错了 我错了 求求你 看在我跟允熙 这同学的范上 饶了我吧 我刚刚说过 要你们的狗命 全部给我带出去 是 圣经大人请放心 我也请来 最好的产科医师 夫人定能平安生产 母子平安 恭喜圣经大人 死乃天下 大喜之事 我们这就去准备 小少爷的满月宴 为什么我一人独身此万 如今也有自己的子 子 我都叫你 打开 我 都叫你 我 这就去 你 你 你